那我们观众朋友 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脚踏车 那这个脚踏车跟一般的脚踏车不一样 它虽然有电动 它跟一般的电动又不一样 但是这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而且非常适合未来的需求 那我们一定要请这位 他们的里面的功能师 好好来给你介绍一下 它的功能在哪里 各位朋友 我们这个车主要是做一种叫做电动辅助自行车的概念 那它的做法跟一般我们现在台湾认知的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油门的 对对对 我们电动都有一个油门在加油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踩 它才会给你有电力的辅助 那这样是比较接近这种欧洲他们的想法 他们比较纯粹就是电动霸弯 他们喜欢脚踏车 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摩托车这种比较没有感觉的这种移动方式 所以说我们这个脚踏车很特殊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很多比如说你在那种像马祖那种地形有上坡 那根本不可能骑脚踏车的话我们这个可以克服满 这个会让你非常轻松 虽然你还是要踩 但是你基本上是像高雄这边的寿山或是踩山 对对对爬山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轻松 对哦 在平地是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它就是靠电力帮你辅助 让你踩的轻松这样 刚刚我有试骑一下 你在踩的时候 它会感觉你力道不够的时候 它会自动有一点力量来辅助你 所以在你骑的时候 你还要用一点力 但是你又不会太出力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重点吗 没错没错 而且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 有特别做过一些整合 因为这些软体还有这些 就是电控的方面 都是我们的工程师这边开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些参数 让它变得很顺畅 然后但是该有力的时候 你需要它的时候 它又会给你足够的助力 让你可以爬坡或是加速这样子 那如果像有的人身体受过伤了 它在附件它脚没有力 我们可以设计这个稍微有一点力道 让它可以出去外面逛吗 是这当然 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内部的研究 我发现说 其实虽然它是电动的这种补助的车子 但是它的运动量大概跟我们的快走 差不多的运动量 但是快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伤膝盖 骑脚车基本上是不伤膝盖 那再加上因为有电力的辅助 你会更轻松又达到这个运动的功能 因为我知道他们 如果你像很多人去做附件 他就是在自己在里面一直踩 他们会觉得很乏味啊 那如果这个有辅助的 那一边出去外面 那他本身不用太多用力 但是他给一点力道 所以他会刺激他的一个附件功能 你可以多跟大自然接近 其实对你的附件是更好 而且吸收外面的空气 是不是更好 如果就躲在附件室里面 这样很无聊 所以他就懒得动 所以脚会退化掉 所以有这个车子可以装 主持工具也不错 真的哦 老人家骑这个应该也不错啊 它不会退化嘛 对 而且我们现在这台车的设计 是相对是比较小台一点 所以也比较轻松 就是说你不会怕说你踩不到地上 哦他本身那个上下可以调整的 大概150公分大概都可以骑得到 所以阿嬷啦 你们如果要会骑车 这个不要怕没有力量 这个他会给你很多力量 你会觉得 诶我可以出去玩啊 跟年轻人一样出去玩 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只要你会骑脚踏车 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问题 对啊问题是 我看你们好像电池也不是很大 万一骑到一半 啊没电脑更重啊 我们怎么办 这个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颗是三星的电芯 然后是台湾做的电池 因为大部分现在的电动车 对都不是台湾做的 所以在品质上面 或是说我们的后续的服务上面 都不稳定 那我们因为公司就在 就在台湾 就在北部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很好的资源 那这个电芯是三星的电芯 然后组装是在台湾组装的 所以是会比较 品质上面是比较有保证的 对啊我看到你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在做什么用的 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最基本就是你在骑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你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有马表 我刚刚都忘记看了 你还在紧张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时速 然后当然还有开关机嘛 也可以不要用这个电动 也可以自己用角度 对对对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流一点汗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用电力的辅助方式就 就可以健身一下 就正常的车子这样开就对啊 这个有五个显示 这个是电量 电池还剩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三格的话就要注意 不要骑太远的就对啊 不会 剩一格再注意就好 剩一格你还可以骑个十公里 没什么问题 可以骑到十公里 如果没电还是可以动嘛 还是没关系嘛 所以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的助力模式有四段 有高 中 低 然后还有一个很低 那很低这个 还有一点点的助力 那你骑起来就感觉像一般的U-bike那种感觉 就像一般的脚踏车 那在这个模式之下 你大概可以骑 充饱电子可以骑将近一百公里 的距离 对 然后当然 你在最高的助力 因为它就比较耗电嘛 就像你开车一样 你如果搭太胸 搭太胸就一定比较油 所以这个大概是三十五公里的距离 但是会很充 它是比较适合在爬坡的时候用的 或是年轻人今天要充的时候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如果脚 膝盖受伤 脚没力量 我们有新的选择了 现在我们官员公司设计这一款 非常人性化的这个脚踏车 除了本身 我们可以健身以外 它本身的辅助作用可以让你跑得更远 那就更安全嘛 所以可以学在更多 那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你有在运动 它是一个算很好的有氧的方式在运动 不会太激烈 然后但是你又有一定适度的运动 其实是 你在维持你的健康是蛮重要的 你这个电灯也是在吃里面电池的灯 电灯是吃里面的灯 所以不用担心说你还要再去换电池 对啦 还要板个电池 没电啊 就要有麻烦 对啊 你就会懒得去充 然后这个可以晚上起也是很安全嘛 对对 那为什么还有这些什么奇奇怪的开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属于脚踏车的零件 就是一些避震啦 那甚至我把这个锁起来之后 它的避震就被锁住了 又没有避震 对你就会比较好 就会比 如果说你在骑平地的时候 这样子骑会比较舒服 就不会被避震去影响到 哦 那因为我们 我们在欧洲那边有很多 山路 就是欧洲石板路 石板路 对 所以他们需要有避震 所以骑这个到那个像我们的 孟子弹那边那个石头路 骑应该 哦 那个更没有问题 这个OK的就对了 我们后面也有避震 前面跟后面都有避震 后面也有避震 这个就是避震器 哦 所以你在一般的就是一般的石板路啊什么 其实都会很舒服 这个就是避震器啊 对 这个就是避震器 哇 可是你们这个没有钥匙 到那边牵走怎么办 我们的钥匙在这边 哦 有钥匙 所以这个电池是被锁住的 你要用钥匙 对 你要用钥匙开才拔了起来 哦 哦 是这个就是钥匙就对了 对对 哦 还是还是要防盗一点 当然 这么贵变的刀走 因为最贵的地方就是电池 电池是最值钱的 是啊 不是啊 你们的设计最值钱 也是啊 对啊 我们是法国设计师 就是这个 这个今年的 就是2015德国的这个 这个IF有得设计奖 哦 听说你们连续三年都有 对 有不同的 不同的产品 有不同的设计奖 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 应该说我们现在三款车 每一个都有得过不同的设计奖 哦 啊这个 会不会很容易生锈啊 这个啊 不会不会是鋁合金的 哦 鋁合金 所以不会有生锈的问题 而且 因为我们的烤漆是 比较去仿造这种高级车 进口车的做事 所以我们的烤漆的 就是烤了很多层 然后上面最后再一层精油 所以基本上你不要去把它 碰伤 或者说把它的烤漆全部刮坏 基本上是不会生锈 就像你汽车一样 啊像这个电动车 最怕淋到雨 会不会 哦不会 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测试 所以基本上在防水性 都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下雨天骑也不会复杖 对 当然你天气好天气坏都要运动嘛 对啊 下雨天骑也不会复杖就对了 不会 万一这齿轮没有 就加点木槐油就可以了 对这个是 这齿轮这边就是 基本的维护就好了 那像我们的链条是 有特别去买 就是跟厂商买的是那种北欧规格的 所以特别是有一个coating在外面 是防锈的 哦 因为在欧洲他们的路面 其实状况会比我们差 当他们下雪之后他们要撒盐 哦要撒盐 防止那个结冰会打滑 所以你有盐份的时候 对这些 伤害很大 汽车的零件 车的零件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像链条这些都特别都是有挑过 是适合这种 对对对 更没有问题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大概价格是怎么样 我们这台在台湾 大概在10月的时候会上市 然后在台中会有 两个店家配合就是销售 那预计的零售价是在台币8万9 嗯 接近10万就对了 对 接近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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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很划算 是 这个应该很耐用 对很耐用 几乎是这样 电池有寿命啊 电池两年就要换 对我们两年不用换 我们是保固两年 那两年之后我们的保证是 你过了两年我还有70%的电力 它不会一下就没有电力 因为锂电池它会 会慢慢退化 但是我们保证还有70%的电力 还是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没错 没错 谢谢 那观众朋友 听到我们资本家 这个我们介绍的话 我想很多人应该 心里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我如何去拥有它 来保健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国内 光源汽车做的 非常科技的一个东西 而且得过奖的 有机会大家来尝试一下 练习一下 随便把它拥有它 对不对 谢谢各位 大家为了身体健康 没错 也为了环保 因为它不排烟的 对 这个都在马路上都不会 制造污染 这个还是我们要推广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推广环保 为了下一代 是 为了地球 好 谢谢